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你和我一起每天说中文。Come on! 大家好,我是大鹏。各位还记得上周我们学过的表达吗?上周我们学习了外人这个表达。 外人的意思就是不熟悉的人,不认识的人,关系不是很近的人。 我希望你还记得,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个和外人有一些关系的表达。 这个表达叫做见外。见外,看见的见,外人的外。 见外这个词汇真的是太常用了。 意思就是当作是外人,看作是外人。 见外的意思和客气差不多,有点像。 我想你一定知道客气是什么意思吧? 举个例子,比如昨天朋友来我家玩,他来的时候呢,还给我带了礼物。 我收到他的礼物以后对他说,谢谢你,你太客气了。 或者我还可以说,谢谢你,你太见外了。 太见外就是太客气的意思。 过了一会儿,我的朋友跟我说,大鹏,我很口渴,我可以喝一杯水吗? 我对他说,当然可以,你别见外,你别把自己当作是外人。 你别把自己看作是外人。 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你知道别见外是什么意思了吧? 如果你不知道外人是什么意思的话, 请你去听一听上期的节目。 好,现在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吧。 大鹏,我可以用一用你的电脑吗? 可以可以,随便用,别见外。 啊,谢谢你。 还有我能喝一杯咖啡吗? 没问题,不要见外,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见外和客气的意思差不多。 所以,别见外就是别客气。 见外,看见的见,外人的外。 外人就是指陌生人,不熟悉的人,不亲近的人。 所以啊,见外就是把自己当作是陌生人,当作是客人,当作是不熟悉的人,当作是关系不亲近的人。 我们在遇到不熟悉的人的时候,在遇到客人的时候,也就是遇到外人的时候,当然会见外。 见外是很自然的事,不是吗? 但是,如果和好朋友在一起的话,当然就不用太客气,当然就不会见外,不是吗? 如果你的好朋友带着礼物去你家做客,去你家玩的话,你就可以和他说,谢谢你的礼物,你太见外了,你太客气了。 或者你还可以说,来我家,别见外,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就是别太客气,别像外人一样,随便点。 如果你说,大鹏,我要送给你新年礼物,嗯,别别别,别客气,别见外。 哈哈,好,那我们下期再见,下期我和大家一起说中文,拜拜。 大鹏,我可以用一用你的电脑吗? 可以可以,随便用,别见外。 啊,谢谢你,还有我能喝一杯咖啡吗? 没问题,不要见外,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 好,谢谢你。